你好,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这又是一期老胡答问的节目 老胡在这样一个系列节目里面 回答大家通过这样一个网站提交的语音问题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今天这个观众的问题 他的问题分成两个部分 老胡,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我是做原创汽车内容的 到现在一共发了12个视频 我的频道两天前达到了获利的最低标准 并且我也提交了审核 但是提交两天后我看了这个社区准则 然后我检查了一下我的视频 我发现有一个热门的视频 它的这个封面图可能存在误导用户点击的这么一个行为 并且封面图与内容也有一点不相关 可能因为这个封面的原因 我这个视频半个月内就达到了80万次播放 然后完播率在40%左右 现在我不明白的是 我提交审核后 我现在修改封面还来得及吗 审查人员是看现有的视频原数据 还是看历史的原数据 然后在审查期间 你介不介意优化这个视频的原数据 谢谢你 帮我回答一下 第二部分 你好老胡 我已经修改了我认为有问题的这个封面 但是实施流量掉了50% 是因为之前的封面图点击率是28% 但现在视频依然有流量和推荐 只是点击率下降了 现在我想知道我修改后对审查结果到底有没有用呢 好的 谢谢观众的问题 他的问题的核心是 他现在达标了 他觉得他其中有一个视频有点问题 那么他就讲 我现在纠正会不会影响我审查的结果 这是问题的核心 那么我把答案告诉你 答案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 我不是敷衍你 我把背后的逻辑告诉你 首先你讲 我现在改了 这个审查人员是不是能看到我以前的 我告诉你 他能够看见 所有的更改的历史记录 他想看都能看见 包括你删掉的视频 他都能看得见 所以谷歌的用户条款里头 特别给你讲清楚了 你从你的客户端删掉视频 并不保证从他的服务器里面会删掉视频 他要保留所有的记录 万一要跟你打官司 他要拿出这些证据来 不是吗 所以他想看 他能够看见 那么你这个具体的情况 你有一个视频 有80万的观看量 你觉得滥用了原数据 原数据 我们讲过了封面 标题 说明 标签 这个观众他自己讲 我觉得我这个封面有点不太靠谱 汽车上面做了一个三点式的女郎 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点击力飙升 他就讲我安全起见 我要过审 那么把女郎拿掉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看到的结果就是 立刻这个点击力就下降 从原来的28%下降到应该是百分之十几 但是这个流量还是相当可观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东西呢 说明那个清凉女郎封面的确是有作用 只要把它拿掉就能够使得这个流量巨减 但是你的流量没有衰竭 除了28%下降到百分之十几 还有相当的推荐量 也就是说你这视频还是有人看 从审查这个角度来讲 是相对安全的 但是我不能肯定你这是一个好的和恰当的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缺乏一个关键的数据 就是你这个视频究竟有多长 你讲到了这个观看完成度是百分之四十 如果你是一分钟的视频或者是两分钟的视频 百分之四十不算一个好的数据 如果你这个是一个十分钟以上的视频 能够有80万的点击 还有百分之四十的观看完成度 你这视频就相当不错了 虽然有封面女郎的这个嫌疑 但是这个视频本身是经得住考验的 如果它是完全纯粹的一个误导性的话 是不会有这样的观看完成度 而且会有很多的人举报 所以基于这样的分析 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一下 你这个视频的质量是不是过关 好 视频质量这个概念讲清楚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讲YPP的审查 你知道审查是人审查的 人会有他的主观判断在里面 也就是说当天这个人来审查 你这个频道的时候 打开一看十几个视频 流量和订户主要都来自于其中一个视频 那么他就会打开这个视频 所有的历史去看看 你前面采取了什么行动 可能他特别讨厌你原来的那个封面图 并且他对你现在这个敏感时期 更改封面图的动机高度存疑 那么他就完全有权限 并且合理的拒绝你这样一个频道加入YPP 换另外一个情况 今天正好一个审查员 他刚刚发现他老婆怀孕了 哇 他很高兴 打开你这个频道一看 哦 这个数据不错 然后注意到你这个高流量的视频 也注意到你更改了这个封面图 那么他就会这样子想 他知道他这个封面图有问题 主动进行了修改 并且他这个行为没有存在其他十几个视频上面 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是犯的一个无心的过错 他真的不是想欺骗这个系统 因为如果他想欺骗这个系统的话 他会把这种封面的策略用在所有的视频封面当中 而他注意到你只用了一个 并且在接受审查的时候主动进行了纠正 他就讲你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那么也会让你通过 所以以上的分析 我就想告诉你 YPP的资格审查是有一定的这个随机性的 就像所有的专家医生来看同一个病人 有可能诊断是不一样 就是这样的道理 最后这个观众问到 在这个接受审查的期间 我可不可以优化原数据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修改 你只要知道你所有的修改记录 这个审查员都能够看到 他会不会去看 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了 小师同学的今天这个关于YPP资格审查的问题 就回答到这里 希望你听了以后也有所启发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 谢谢